随着魔伦一家人在各种平行宇宙中 猎捕蜘蛛侠的行为闹得越来越大 他们最终被英伦蜘蛛发现 并上报给新英国队长军团 虽说军团本身没有什么响应 但是得到点拨的英伦蜘蛛 也开始了在各个平行宇宙中 搜集蜘蛛侠组建反抗势力的操作 毫无疑问 相比于只能凭借自己的发明创造一点点穿越的张帕克 身怀宝具的英伦蜘蛛效率无疑会更加的高 也正是因此 越来越多的蜘蛛侠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而这一次的蜘蛛侠和之前更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简单来说就是 这一次的蜘蛛侠 是由外部的机甲和内部的驾驶员所从 在这个世界中 它被称为蜘蛛 但比较可惜的是 上一代的蜘蛛已经在一次意外中丧生 至于接替它成为驾驶员的 则是它的女儿 佩妮帕克 和很多蜘蛛侠一样 佩妮的身边也有本书和梅艺 但不同的是 通过名字我们可以看出 这位即将成为这个世界蜘蛛侠的佩妮 只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萝莉 而这个世界的本书和梅艺 则似乎是辅助蜘蛛的工作人员 面对着眼前的女孩 她们似乎很难如实说出她面临的问题 反倒是佩妮本人十分淡定地表示 她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蜘蛛 且现在已经去世的事实 不过要说的话 本书和梅艺难以启齿的事情还不仅于此 毕竟由于基因适配性的关系 现在能够肩负起驾驶蜘蛛 保护世界重任的就只有眼前的这个女孩 不过年仅十来岁的佩妮依然淡定 她直接表示 如果蜘蛛能够接受自己 那她很愿意作为驾驶员 接替自己的父亲扛下保护世界的责任 看着眼前一直都表现得非常淡然的女孩 本书和梅艺定了定神表示 实际上 成为蜘蛛的关键就在这个房间之中 如果佩妮愿意 她马上就可以成为蜘蛛的真正驾驶员 紧着着 一只蜘蛛出现了 然后 就只命中注定的一咬 时光仍然 转眼间五年过去 但很显然现在的城市并不太平 一个大眼珠子悬浮在半空中 一边播放着中二的台词 一边散布着怎么看都很不妙的气体 不过此时 蜘蛛整处立在楼顶 通讯器之中梅艺正在对佩妮说着此战的注意事项 下面那个大眼珠子正是这个世界的神秘课 至于那些气体则是有致患作用的神经毒气 虽说蜘蛛的过滤器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驾驶员 但还是需要时刻注意毒性等级 只不过对于这一切佩妮倒是显得轻车熟路 身在还在突入战场的时候点了首歌 顺便抽空跟梅艺聊了下晚餐吃什么 至于作为大眼珠子操作者的神秘课 她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的蜘蛛倒也是没觉得意外 并且还直接释放出了更加强力的神经毒素攻击佩妮 此时 指挥部方面检测到了过滤系统的麻烦 梅艺连忙对佩妮表示对方需要赶紧集中精神 不过此时的佩妮似乎已经深陷于幻觉之中 看着眼前的情况 觉得自己已经成功的神秘课直接掏出了手机开始拍摄 结果谁知道佩妮深岸如果看到幻觉 那就直接忙不去的答案 一拳头干烂了神秘课的头盔 大眼珠子也随着驾驶员被打猛而直接坠落 紧接着 大家都无法想象到的剧情持续展开 原来这个神秘课语其说是一个捣乱的反派 倒不如说他只是一个喜欢蜘蛛到有些疯狂的粉丝 他甚至还给佩妮制作了婚姻碟作为礼物 总结来说就是这一战多多少少沾点莫名其妙 一段时间之后 作为学生的佩妮正坐在教室里正正出神 结果老师在停顿之后突然告诉佩妮 他现在可以离开了 因为显然也是超级英雄的家伙出现在了这里 看样子似乎是有新的任务 于是乎佩妮只能姑且告别自己那四个 看起来好像是从第三星东京市转学来的同学 和那个被他称为地的猛脸壮汉离开了教室 不得不说 最近这段时间佩妮的任务显然多了起来 而这则是因为之前被抓的神秘课 为他们提供了非常之多的罪犯信息 有点摸不到头脑 但这些信息都是真实的 所以这些罪犯也必须要有人处理 显然 佩妮和蒂正是这样的执行者 也正是因此 佩妮和蒂最近才会一直保持高强度的工作状态 这甚至让佩妮这个年轻人都感受到了疲劳 不过与此同时 佩妮也得到了更多机会 和蒂这个自己父亲曾经占有交流 并通过他了解自己父亲的机会 按照蒂所说 佩妮的父亲虽然总是会显得有些哀伤 但在战斗之中他还是很酷的 而且很显然 他也会很喜欢佩妮这个女儿 确实 这或许会让佩妮得到一些心理方面的慰藉 但却无法缓解生理方面的疲劳 更何况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 黑帮窝点中永不停息的枪声 更是让佩妮感受到了无比的厌烦 或许是为了姑且逃离工作一回 这次佩妮选择了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回家 然而这次回家的旅途 却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突然之间 车上的乘客们仿佛看到了 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集体逃离 只留佩妮一个人在原地发呆 而至于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则是两位平行世界的蜘蛛侠 准确来说应该是一个蜘蛛侠 和一个蜘蛛侠 很显然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通知佩妮这同样和蜘蛛产生了联系的女孩 她正在被追杀的消息 虽说一般来说这种内容正常人都不会相信 但是一直陪伴着佩妮的蜘蛛却给予了认同 于是佩妮决定 和这两个怪人一起走一趟 只不过在此之前 她还需要她的战甲 一小会之后 三人一起来到了蜘蛛面前 看着眼前的酷炫机甲 两个外地人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毕竟有哪个男人看到机甲能不开心对吧 而佩妮或许由于终于看到了和自己差不多特殊的人 也是打开了画匣子 她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父亲以及蜘蛛 然后 就和这两个外乡人一起进入了那片未知的战场 话说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 目前这件事的开端之一 是由于某场爆炸导致张帕克被拉到了2099年 而与此同时本该存在于那里的蜘蛛侠却失去了踪迹 那么问题来了 2099年的蜘蛛侠到底去了哪里呢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 我觉得有必要稍微介绍一下 这位字面意义上的年轻蜘蛛侠2099 他的真名叫做米规尔奥哈拉 是一位受雇于未来城市新纽约之中 剧情企业炼金术的年轻基因学天才 在某一次实验中 他原本准备模拟一下蜘蛛侠的能力 结果却意外地将这个实验作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导致自己的DNA被改写成为了蜘蛛侠 至于他消失的理由 则是因为要穿越时空到2014年拯救自己祖父的生命 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此刻摩伦那一家人 已经开始横扫多元宇宙狩猎蜘蛛了 以上就是有关于蜘蛛侠2099的前情提案 另外在这里补充一点 各位还记得被张帕克设定成了 合法罗利安娜玛利亚外形的全息影像助手吗 这东西原来的形象是一个金发大波浪的性感预警 由此可见米归尔和XP系统和张帕克有着很大的不同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米归尔其实存在于很多的平行世界之中 就比如在地球98120 他正在和美国队长金刚狼 以及第三代金旗队长格尼斯维尔 讨论自己最近心神不明的问题 很显然这是他的蜘蛛感应感知到了 来自于摩伦一家人的威胁 但此时此刻队长却并不知情 还安慰米归尔说复仇者们从来不会孤军奋战 结果他话还没说完基地直接警报声大落 紧接着一阵爆炸声过后 摩伦出现在了四人面前 看着这个不速之客 酒精沙场的四人马上做出了反应 金刚狼直冲而出把自己的钢爪送进了摩伦的胸口 但很显然 不了解对方能力的他并没有造成有效的伤害 反而还直接被丢了出去砸在了队长的身上 而接着冲过去的格尼斯就没这么好运了 虽说他贵为第三代金旗队长 但面对着反派保护期还没过的摩伦 格尼斯不仅成功被单防 还被吸取了灵魂倒地不起 于是乎现在摩伦的面前已经没有了任何阻碍 他静止走到了米规尔的面前 直接将它吸成了人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知到了平行世界自己的惨死 身处地球616 正在执行任务的米规尔突然头痛欲裂 差点放跑了自己正在追逐的罪犯 还好 他的头脑很快恢复了瓶颈 胆紧又射出了一条蛛丝 紧紧黏住了直升飞机 顺便还在心里感叹这帮劫匪选择用直升机抢银行 实在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甚至于自己刚才都差点因为头痛跟丢他们 还好 头痛及时缓解 米规尔还是凭借蛛丝粘在了飞机上 至于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他先是用蛛丝呼了其中一个劫匪一脸 然后挡到了飞机的另一边 按着另外两个劫匪的脑袋 让他俩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最后则是一拳干晕了驾驶员 至于接下来呢 找个地方成功降落就好 只不过就算任务已经完成 米规尔对于刚才的头痛还是心有欲悸 那就好像是有人直接杀了他一样的痛苦 视角回到刚才的地球98120 魔伦正在看着被自己吸成了人干的米规尔感慨 紧接着他就突然发现自己似乎正在被偷窥 至于看着他的人正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米规尔 这不仅让他欣喜若狂 毕竟这才刚狩猎完毕就发现了下一个猎物 此时还有战斗力的队长和金刚狼并没准备放他离开 但谁知下一秒 魔伦就凭借着传送能力全身而退 看着现场的惨状 金刚狼不禁抱了粗口 但队长则表示至少格尼斯还活着 两人需要马上把他送去医务室 至于刚才离开的魔伦 队长表示自己感觉以后大概是再也见不到这家伙 而且虽然不想承认 但魔伦的强大实力却让队长开始安安庆幸 还好他没在这个世界进行更多的破坏 而至于魔伦的新目标 则是身处于地球6375的另一个米规尔 当然他刚才并不是想跟魔伦来个近距离接触 而是想要和其他平行宇宙的自己进行联系 谁知道差点把魔伦引了过来 对于事情目前的发展 这个宇宙的MJ表现得十分乐观 他认为蜘蛛侠们已经收拾了那么多的反派 也不差这一个 但米规尔很快就说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魔伦那家伙并不是烂大街的坏人 而是一个自己完全没法抗衡的恐怖存在 那么现在既然自己已经被发现 那就必须要赶紧脚底抹油 而至于他头上的那个设备 则是用来联系其他平行宇宙自己的装置 换句话说就是 其实这个米规尔和张帕克以及英伦蜘蛛一样 都准备组建一只蜘蛛侠部队一起对抗魔伦 只不过他的目标比较窄 就只有平行世界的自己而已 而现在 目睹了一个平行世界自己被杀的米规尔 更加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他赶紧收拾行囊准备前往地球616 毫无疑问 选择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魔伦曾经在这里翻过车 眼见米规尔心意已决 MJ决定要和他一起前往战场 虽说深知事情的危险性 但米规尔最终还是没能拗过这个 对于蜘蛛侠来说至关重要的红发女孩 那么现在地球616是个什么情况 之前抓了一只生飞机抢劫犯的本地米规尔 正坐在炼金术公司高层发表着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这个世界里面居然有一堆罪犯 顶着炼金术公司的名头活动 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但问题在于这情况也确实难办 米规尔只得提议说 要不咱们直接盖个监狱吧 而且话一出口 他自己也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可信性 但问题在于这个世界 曾经帕克工业也干过这种事情 最终结局却不怎么样 然而或许是耐不住米规尔的碎嘴 同事只能表示自己会认真考虑 至于米规尔本人 他还没来得及继续发表见解 又一阵钻心的痛苦向他袭来 原来在地球96099 这里还是一位少年的米规尔惨遭摩伦毒手 眼见自己心爱的儿子死于非命 父亲掏出了手枪对准的行凶症 但很显然 这种武器并不能对摩伦造成伤害 于是紧接着 父亲也失去了生命 当然 地球6375的米规尔也感受到了这部痛苦 而且由于他头上的那个装置 他这边的痛苦无疑更加猛烈 不过此时 也没工夫管这些了 这里的米规尔马上打开了通往地球616的传送门 在得到了MJ确定要跟他一同前往的答复之后 他表示一定要在那里寻找到自己 与此同时 地球616的米规尔在头痛之后 胡乱敷衍了一下同事给他找医生的提议之后 独自前往楼顶 在电梯之中 他叫出了自己的全新影像助手来拉 询问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毫无疑问 他的痛苦并非是来自于生理 而是因为蜘蛛 米规尔深知自己自打成为蜘蛛侠之后 生活只要变得乱七八糟 那就肯定会跟这件事情有关 于是他打算姑且去楼顶 换上制服然后去别处想想办法 结果 还没等他想好要去哪里 一个闪烁着光芒的传送门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而门的另一边正是地球6375的米规尔和MJ 只不过还没等两人沟通一下发生了什么 摩伦突然出现在了地球6375 636的米规尔也认出了那个恐怖的存在 毫无疑问 在这边的记载中摩伦应该是已经死亡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理由 摩伦并没有踏足地球616来一顿家餐 反而是在对面凝视了米规尔一阵之后 眼睁睁看着传送门关闭 而米规尔也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恐惧 最终 看着另一个自己已经不成人形的尸体 米规尔暗暗做了一个决定 他得去找彼得帕克帮忙 到此为止 蜘蛛侠军团可以说是喜提两元大奖 摩伦那边则是又收获了三个人头 由此可见 两方的冲突可以说是越发激烈 但可惜的是除了摩伦似乎对于地球616有所恐惧之外 蜘蛛侠这边还没有得到什么足以克敌制胜的情报 另外 也不知道张帕克 英伦蜘蛛和米规尔这三方势力什么时候能够胜利会是 毫无疑问 如果他们集结力量的话 胜率应该也会高出不少吧 希望 可以在更多蜘蛛侠遇害之前看到这一天的来临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很感谢小伙伴们观看完这个视频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关注 小伙伴们有想看的故事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后续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漫威故事 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